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很美的见证 那这个见证其实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记号 这个见证其实不但成为我们的祝福 也成为让主得荣耀的那个点 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 在使徒兴传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 那因为经文很长 那我就做了一点节路 那回去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再把使徒兴传第十一章 来把它读一遍 那并且这一周我们小族聚会的插经 也是使徒兴传的第十一章 我们可以先重温一下 好 那找到呢我们来一起来读 使徒兴传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 那屏幕面前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也来一起来读 来 预备起 使徒在犹太的众弟兄 听见外邦人领受了神的道 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圣哥里的门徒和他争辩 说你进入未受割离之类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赐给他们讲解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一样给了我们 我是谁能拦住神呢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 之归荣耀于神 说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那弟兄姐妹 这是使徒兴传的第十一章里边的部分的经文 那这个部分的经文就看见什么呢 就是当在第十章的时候 彼得在祷告当中 哥尼流在祷告当中 神就借着异象分别对哥尼流 分别对彼得来显现 那一方面对哥尼流的显现 就鼓励哥尼流 请彼得来把基督荣耀的福音来带给他们的家 那另外一方面呢 神也做工在彼得的身上 使彼得看到一个异象 那个异象就像一个包裹一样 从天降下来 里面装满了各样的一些的污秽之物 让彼得宰了吃 在这个时候彼得看到这些的时候 一连三次的拒绝 直到最后的时候 主对彼得说 说我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什么 俗的 就是我所洁净的 我看为好的 你不可看为不好的 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彼得仍然是充满了困惑 直到哥尼流打发仆人来找彼得 说明来意 那彼得呢 就到了哥尼流家里边 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他们 当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边 一开讲的时候 圣灵就降下来 就像起初圣灵充满在马克罗里一样 彼得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知道他所看到的异象 知道圣灵给他的一些提醒 都是围着谁啊呢 将福音带给外邦人 将福音带给他们所不喜悦的人 弟兄姐妹 彼得的这个突破 不只是彼得的突破 彼得的这个突破 其实也是初期教会 回应主大使命 顺服圣灵的突破 那个突破 不但如此 彼得的突破 也围着保罗后边 将福音带到罗马 带到外邦人家 做一个预备 弟兄姐妹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 每一个神的儿女 其实都被圣灵感动过 都被圣灵责备过 都被圣灵提醒过 关键是 当圣灵责备我们 提醒我们 光照我们 鼓励我们 安慰我们 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当彼得面对着圣灵 给他的一些引导的时候 其实彼得并不是说 他完全明白 圣灵让他做什么 他不是很明白 这种就是面对着圣灵的感动 他有一点似懂非懂 似乎是明白 但是又看不到结果 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在基督里边这样 运用信心来去顺服主 运用信心来去回应主 那这也是 今天我和弟兄姐妹 所分享的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家需要见证 神的家需要见证 我看过一本书 那书的作者就提到 有一个人是美国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咨询专家 他在前些年做了一个调查 他在调查的时候呢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基督徒生活中最大的挣扎是什么 就是你作为基督徒 作为神的儿女 你最大的挣扎是什么 结果他在调查的结果呢 有这么欺养 抵挡试探 每天祷告 爱家顾家 爱人如己 每天读经 先求神的国 见证基督 但是在这些调查的回应表当中 见证基督 是作为基督徒来讲 觉得是最难的 最大的挑战 弟兄姐妹 当我们一谈到见证基督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觉得 我要站在大庭广众之下 来为主来做见证 就像韩韩姐妹一样 站在我们当中 来为主来做见证 当然这也是为主做见证 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生活 你的言行 你与人的交往 其实你这个人 本身就是一个见证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便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体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成为基督的见证 那个做耶稣的见证 就是你要成为耶稣 基督的见证 你要成为这样的见证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在神家里边 最大的需要 最多的需要 就是需要见证 我来美国的时候 我听到一些早期的移民 一些叫我年长的 先来美国的 他们说过去的时候 美国的社会不是这样的 当然美国的教会 也不是今天这样子 当面对着一些大选的时候 当面对着一些的 政治的事件 或者说是一些突发事件 或者是一些新闻事件的时候 那教会里边 神的儿女们 更多的是 站在那个破口当中 来祷告 来守望 来这样 为主 来站立得住 为主来做见证 但是今天呢 今天你会发现 突发事件 或者是一些大的变革 或者是一些政治事件 进入到教会的时候 祷告的人少了 辩论的人多了 冲突多了 那同心合一的守望少了 站在破口当中 举手的少了 但是呢 身处自都指责的 你要和我一样的观点 你要赞同我的想法 这个多了 弟兄姐妹 当神家 失去了这个合一 爱 让基督居守卫的 一些见证的时候 弟兄姐妹 教会就没有力量 我们个人也没有力量 今天我们属灵的力量 不在乎多 人多 在乎的是同心合一 圣经里面说 一人追赶千人 两个人就可以追赶万人 那这是属灵上的 选柄所带来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看到 神的家不但需要见证 而且这个见证怎样 需要去蔓延 需要去突破 神就带领彼得往前 带领彼得到 戈尼流家里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在前平弟兄 他们那个小族当中 我就问弟兄姐妹 我说你们知道 戈尼流是什么意思吗 弟兄姐妹就说 我不知道 戈尼流 他的名字的原意 叫做号角 叫做号角 在古代的时候 什么样的时候 他吹号角 召集人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或者说是冲锋的时候 他要给人一个信号 给人一个命令 戈尼流的名字 就叫做号角 但是这个号角 谁来吹呢 谁来吹起这个 将福音从耶路撒冷 带到撒玛利亚 带到犹太圈地 带到地级呢 神就拣选彼得 若是彼得在这个方面 不能突破 弟兄姐妹 到了死的凶传的 第十三章 或者说是到死的凶传的 后面的时候 保罗就没有办法 这样把耶稣基督的福音 带到外邦 所以你会看见 弟兄姐妹 你的突破 就是你的家的突破 你的突破 就是你小族的突破 你的突破 就是你团队的突破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这样的 就是成为一个靠主 往前 在信心里边突破的人 那你说 彼得是领袖 彼得是一个吹交者 我又不是 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是吹交者 吹交者有敬拜者的意思 有传福音的人 有守望的人 有那个君尊的祭司 为主做见证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既是号角 又是吹交者 我们是号角 让主来使用我们 我们是吹交者 就是能够跟随圣灵 能够往前 为主发生 为主做见证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谁啊呢 神给我们的恩典 那当我们谈到这一种 就是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就像这个调查一样 为主做见证 是我们周围基督徒 最大的挣扎 和挑战 觉得是比较难的 那这个也显明 其实是我们的需要 是教会的需要 是这个时代的需要 当教会的需要 个人的需要 这个时代的需要 摆在这里的时候 弟兄姐妹 也恰恰是 神所给我们的使命 也恰恰是 神所要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 我们今天 其实 在这样的一个资讯的 一个世代 我们会收到很多资讯 但是我们并不见得 能够去分辨这些资讯 即使是能够分辨资讯 但是我们分辨的标准 依据 并不见得合乎神的心意 合乎圣经 求出来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要成为 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人 我们要成为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这也是我们聚集在一起的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那么当我们谈到 我们要成为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 见证人的使命 那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 道成肉身指的就是在 肉身当中 彰显神的荣耀 在肉身当中 遵行神的旨意 耶稣就给我们做了榜样 你看圣经里面说 圣经里面说 就是在伊赛亚书42章第7节 和第9节 他说来我们一起来读 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 是为我自己荣耀所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那么在这里 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谁能够成为万君子 耶和华神的见证呢 他说是我们 是你 是我 但是当我们被赋予一个使命 彰显神的荣耀 并且这样呢 要成为基督见证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从创世纪开始 直到耶稣基督来 这个见证之间呢 都是那么一再一再的亏缺 一再一再的亏缺神的荣耀 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把基督的恩典 和基督的荣耀 基督的真理 给彰显出来 以至于耶稣说 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 耶稣基督就成为 道成肉身的这样呢 神荣耀的见证人 今天在基督的里边 我们就是这个时代当中 为基督做见证的人 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和肉身当中 彰显神的荣耀 并且是什么呢 遵行神的旨意 因为你是为辞而被造的 为作神的荣耀 换句话说 神造我们的目的是 为作祂的荣耀 为作彰显祂的荣耀 遵行祂的旨意 若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不能够彰显祂的荣耀 不追求彰显祂的荣耀 不追求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 那我们就失去了 我们被造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求出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谈到说 要成为基督 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时候 要成为 就是 神在肉身当中 要透过我们 要让众人看见祂的作为 祂的荣耀 以及祂慈爱的恩典的时候 弟兄姐妹 那我们就成为了这个见证的器皿 就成为了这个人 就是如果你没有迟到的时候 你看到钱品秀的那个图片 你看到那个漂亮的图片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这是谁所创造的 会让我们里面有一个这样的 敬畏 觉得我们的神太伟大 太奇妙 那这些被造物 就把人的敬畏 给这样吸出来 把人对神伟大的赞叹 给激发出来 那今天我们呢 神拣选我们 祝福我们 用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成为帮助 当世人 我们身边的人 看到我们的时候 能不能看见 神的荣美 神的恩典 神的慈爱 神的伟大 在我们的生命中呢 若是能看见 那我们就是这样 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人 基督就在我们身上得了荣耀 求祖来帮助我们 那么当我们要想成为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 见证人的时候 其实 我们 一方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愿意的心 我们 第二个方面 要在我们跟随主的 就是这个侍奉上 追求上 需要长长的操练 我们再回到圣经里边 看 在圣经里边 在十多圣经第一章的 第八节说 圣灵给你能力 让你成为这样的一个 见证人 当我们一讲到 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鬼被赶出去 疾病得医治 软弱的人得刚强 糟糕 困境 被更新 这样的一个内外更新的变化 但是 我们却忽略了一点 那么前面这些 见证这些能力的彰显 离不开一个怎样呢 顺服圣灵的能力 试想 当彼得他们在 马克罗里边 被圣灵所感动的时候 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 他们都有很好的经历 对神由于进一步更新的认识 但是当圣灵感动彼得 在耶路撒冷 要大声地为主 来做见证的时候 彼得就是不开口 彼得说 不行 我不能讲 那么当彼得讲的时候 众人这样 不能够与他一同站立 你会发现在耶路撒冷 他们就失去了这样呢 三千人悔改 五千人悔改 这样的一个荣美的见证 其实这些神迹奇事的背后 是他们这样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信心里面 他们有一个顺服圣灵的能力 我不知道在你的侍奉当中 在你的服侍当中 有没有因着顺服圣灵的感动 顺服圣灵的提醒 你会经历意想不到的结果 比如说圣灵感动你 祷告的时候 你想到了这个人 一次两次 但是你却不知道 他遇到什么挑战 也不知道遇到什么难处 在这个时候 你随着圣灵的感动 你去关怀他的时候 你去问候他的时候 你去探访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可能在一个难处当中 你的那个电话 你的那个祷告 你的那个探访 就成为他在患难当中 在低谷当中的一个扶持 这个叫做血中送炭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 甚至你的这个服饰 能够让他重新得利 那这就是怎样 因着顺服圣灵而得救的能力 那我们为主做见证 其实目的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不让基督的十字架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落空 不让基督的荣耀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亏缺 我们为此而自奉 为此而追求 为此而 就是来跟随主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见证人 但是这个见证人 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虚极和舍极 保罗做见证说 就是一方面 勉励我们说 我们当于基督耶稣的心 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但是他却不以自欺 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道虚极 取了农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如果你看河河本的时候 说成了人的样式 括号里面说 成为仆人的样式 他成为一个仆人 万君之耶和华 这位创造万有的神 这位神所爱的独生子 他成为仆人的样式 难怪他做见证说 他说仁此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做多人的暑假 虚极 舍极 让基督的十字架 基督的荣耀 不在我们身上落空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的使命 这也是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 这也是神把我们摆在 山谷这边的目的 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彼此的勉励 在这个地区 能够成为一个高举 耶稣基督 能够让神的荣耀 在我们当中彰显的 一个器皿 一个团体 一个身体 求主来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在耶稣基督的里边 你和我都有一个使命 就是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 成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第二个 就是 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边 若有一的见证的时候 便是荣耀神 保罗提醒我们说 你要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那个何而为一的心 就是你要竭力地保守 持守保护 住在那个一的里边 住在那个身体的里边 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边 有那个一的见证的时候 弟兄姐妹 基督就自然地 在我们中间得荣耀 以前我们在农村 在农村啊 就是 都有很多的一些家族 过去的时候 像我父亲那一辈 就是像我爷爷就生了七个孩子 那一般的家里边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的 那都太多了 但是那农村呢 大家都住在一起 都是兄弟姐妹住在一起 那在那个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 当哪一个家族 兄弟姐妹之间 彼此的经常打架吵架 那个做父母呢 出门的时候 都好像矮别人几分 绝对没面子 但是你会看到 哪一个家族啊 他无论 他的财富有多少 兄弟姐妹是合一的 是相爱的 你会发现 这个父母出门的时候 就洋溢着那种喜乐 那个自信在那里 这个就叫做什么呢 父因子得荣耀 那也叫做父因子 而且呢 失去荣耀 今天我们在神家里边 若是同心合一 弟弟姐妹 若是彼此相爱 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们就是一个见证 那个见证是什么呢 就是在基督的 一的里边 能够彼此的接纳 能够彼此的相爱 所以当我们失去 那个一的见证的时候 你无论你的事工有多大 你的人数有多少 其实在属灵上来讲的话 你都失去了 那个影响力 失去了 那个属灵的权柄 就出来帮助我们 我记得 以前的时候 有一个神的仆人说 他说宁可吃亏 损失钱财 也不可失去见证 在家里边 在兄弟姐妹之间 同工之间 弟兄姐妹之间 在教会之间 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勉励 当亚伯拉罕和罗德 因作牧羊 牧场 他的仆人象征的时候 产生一些的 张力的时候 亚伯拉罕怎么说 亚伯拉罕说 他说你我是什么 骨肉之亲 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 不可象征 你我也不可象征 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 如果你看和尔本圣经 讲的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弟兄 我们是家人 我们是肢体 这个才是我们的一 我们不能够阴着牧场 让我们的仆人 彼此象征 我们之间 彼此象征 他对罗德说 他说你过来看 你向东 我就向西 你向南 我就向北 你看哪个牧场 好 你先选 就这样 罗德就选了 约旦河的全平原 弟兄姐妹 这在人看 这个亚伯拉罕 真的是吃了大亏 把自己的侄子 从迦勒底的乌尔带出来 使他家大业大 在这个时候 他选择是最好的 但是晚上的时候 神就应许亚伯拉罕 他说凡你所看见的 我都赐给你 凡你所看见的 我都赐给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愿意 围着神的荣耀 围着保持 那个合一得胜的见证 这个一的见证 而吃亏的时候 而损失的时候 我奉耶稣人民对你讲 神会加倍的 上奸下流的 连本带立的这样 来赐给你 有时候可能在言语上 在钱财上 在各样的 看上去是一个损失 其实你的那个损失 就是你蒙福的种子 求出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在基督里边的 这个合一 这个见证 那个重要 这个一是什么 这个一就是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这个一就是 能够彰显 基督的名 当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的时候 那个一就会出来 如果我们说 不再是基督 乃是我的时候 那一定充满着 很多的分裂 分争 那么我们该如何 在基督里边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给我们 那个合一的心 那我想冲两个方面 第一个 就是要在爱里边 要敞开心地去交通 在我们一起 同行的过程当中 服侍的过程当中 同工的当中 难免会有一些的 就是信息的不对称 或者是言语上的 一些的表达不到位 或者造成一些误会 一些伤害 那这是我们人的软弱 这是我们的不足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别人的呵护 需要别人的抚养 需要别人的包容 我们才能够长大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今天从一个婴孩 才成为一个成年人 当然我们的孩子 也在我们的爱的里边 包容 祝福 呵护着成长 其实在基督里边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那么谈到在爱里边 就是敞开心来去交通 我们再回到圣经里边 当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边的服饰 带出那样一个如美的见证 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说 都说彼得就开口 把这事这样 挨赐给他们讲解 讲解什么呢 讲解就是圣灵 怎样在哥尼流家里边 所做的工作 那么在这个时候 当彼得把这样的一个 见证复述一遍的时候 众人都不言语了 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 知归荣耀给神 说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但是当彼得没有把这个事情 挨赐给他们讲解之前的时候 这些人怎样 受割礼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是怎样 他们是与彼得争辩 那个争辩 而不只是一个质疑 而是一个激烈的一个对创 尖锐的争辩 你为什么到外邦人家里去吃饭 这是对于当时 他们犹太人之间 是不能够接受的 你看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 传统偏见 所带来的一个判断 这些犹太的基督徒 这些弟兄姐妹错吗 没有错 因为他们的祖宗 就是这样去教导的 他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传统和文化的里面 彼得错吗 彼得也没有错 圣灵一连三次 在小族聚会的时候 也有弟兄姐妹们 为什么要一连三次 你说为什么要一连三次 我说 我的理解就是 彼得还不够顺服 一次彼得还不愿意 需要第二次 需要第三次 需要神来说话 彼得的生命 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样的一个增次 你会发现 就是让他们都落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误会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传统和偏见的里边 但是呢 从人来看 他们都没有错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 就是时代在改变 这个时代改变是什么呢 就是来到了新约的时代 来到恩典的时代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而且新约的教会被建立 圣灵已经赐下来 他们领受了一个大使命 是祝福列国 祝福地籍的 但是在这之前的时候 犹太人自认为万君之耶和华 这是我的神 这是我的神 不是外邦人的神 他们是独有的选民 他忘却了 所有在基督里边的都是 神的心意不只是犹太人 而是借助犹太人 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 你看圣灵的工作在往前 这些弟兄姐妹的观念 包括彼得 还没有跟上 就会产生增次 其实在教会当中 在侍奉当中 你服侍久了 你就会发现 有时候神会把一些 特别的一些的看见 给一些的弟兄姐妹 但是呢 圣灵把这样的一个看见 给一些弟兄姐妹 但是其他弟兄姐妹 还没有这个看见 我举个例子来讲 红星弟兄说 咱们把这个堂买下来吧 他的看见 那我和前面的人觉得 不可能 人家也不卖 你在讲什么呢 你看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差距 那这样的一个差距 再深入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呢 争执 谁对谁错 其实没有对 没有与错 这是一个什么呢 圣灵做工的时候 往往是这样 就是他先感动一些人 然后呢 催促一些人 然后呢 借着这些人 把这个见证节呢 分享出去 再吸引一些人 最近 也不是最近 就上个周五 就是 这些弟兄们 在姐妹的激励当中 开始了弟兄们的祷告聚会 其实这个事情 说了很久了 私下的弟兄姐妹也给我讲 姐妹们也讲 弟兄们也讲 其实我也在等 我也在等 就是你会发现 一个人讲 两个人讲 就像那个火一样 越聚越多 越聚越多 终于这个火 在红星弟兄的身上 大大的燃烧了 几个弟兄就建立了 这样一个 就是 一个 WhatsApp群 要来开始这个事工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 圣灵先把一些感动 放在 可能先放在 姐妹的里面 你们弟兄们应该有一个 祷告聚会 那弟兄们还没有感动 如果姐妹们天天骂 天天吵 你觉得能够 弟兄们能够往前吗 不能 你这个时候就需要 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放在祷告当中 让这个感动 让这个神的带领 要成长 要去成长 慢慢的呢 又放在几个弟兄的心里边 那几个弟兄的心里边 可能还不够 那 交通多了 讲多了 大家就觉得 应该有这个需要 水到渠成 有时候 弟兄姐妹 在神家里边 我们要有一个 跟上的心 但是呢 有时候面对了一些 事奉的时候 也不能太着急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 有一个神的仆人 在深圳的时候 有人就问他说 他说 你看你做了这么大的事工 你分享你的负担 弟兄姐妹和同工们 都响应吗 他说不可能都响应 那别人就问他说 那当你这个负担放在你的里边 圣灵催促放在你里边 如果弟兄姐妹同工不回应怎么办呢 他说不回应我就等 其实这句话 当时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 就是有时候 我们在等神在人心里面 做工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煎熬的 为什么呢 因为火已经在我们里边烧了 怎么还不烧钱瓶啊 怎么还不烧利兵啊 我们就会盯着盯着 当时 当你一旦去盯着这些人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火 出来的时候就不是圣灵的火 出来的时候就弄火 这个弄火的时候 其实不但不能够让 同工们弟兄姐妹 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往前 反而是谁呢 反而是带来那种 更大的负面的拦阻 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的时候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经历的时候 第一我们要在爱里边 在生理当中敞开地去交通 第二个呢 要等候圣灵的时间 所以当彼得就把整个在 就是那个 哥尼流家里边的侍奉 就给他们挨次讲解明白 不但如此 也有六位与彼得同行的弟兄 来做见证 你可见 彼得的顺服 其实也不只是彼得的顺服 是他们整个一个团队的顺服 跟随圣灵往前 那么当这些受割离的犹太人 这些弟兄们 就是听见彼得的见证的时候 圣经里面说 他们都不言语了 都不再尖锐地去争辩了 都不再尖锐地来揪住彼得的 这样的一个去外邦人家里吃饭 这些事情 来指责了 弟兄姐妹 这些彼得需要成长 这些犹太的弟兄们 也需要成长 我讲一件事情 前一段时间 有一次我和前面弟兄 在一起交通 其实在我的里边 我就有一个 我需要突破的点 就是 我就觉得 别给弟兄姐妹有压力 或者说服事的压力 就是 我就怕 或者说是 不希望看到弟兄姐妹 一提到服事了 就说 怎么又来了 又轮到我了 又该我了 就是 一提到服事的时候 就是无可奈何 其实我不希望同工们 落在这样的一个里边 其实在这方面 我是特别地小心 尤其是在 难处当中的 一些的 同工们 有一次我在给前面弟兄 教同志姐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前一段时间 前面弟兄 其实压力也很大 但是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鼓励我 他说 建勋的你要换个角度 来去想 他说其实是 越是在难处当中 越需要服事 他说 我就是在服事当中 才得力的 其实这句话 给我很大的鼓励 也改变了 我的一些的看法 其实我的心好不好 好 但是呢 他的心好不好 好 都是为了让 弟兄姐妹 来经历 在基督里边的得力 也许 可能我过于 体会 人的需要 可能就会这样呢 拦阻 无意当中 拦阻一些弟兄姐妹 在难处当中 因着服事 去经历主的见证 这个完全有可能 哦 亚莎姐妹感冒了 算了算了 别服事了 休息 这是好心 但也许 可能怎样呢 他错失了一个 在感冒当中 经历神 医治的一个机会 就是有时候 我们的好心 并不见得 都能够成就 神的意义 但是这是 我需要成长的 但是他又 从他的经历当中 成为我的帮助 其实虽然我很认同 其实在我的心里边 说时代的这个卡 还没有完全地突破 有时候一想到时候 还是会这样去想 哎呀 他已经 遇到这个难处了 已经不容易了 不要再给他 就是 压力了 其实 我是觉得 这个是我所 需要突破的 但是他就 从他的经历当中 也让我看到 神另外的一个作为 求主来帮助我们 其实你会看到 在生命当中的 这样一个成长 若是不交通呢 若是不交通呢 可能 就会 仇敌就会 放一个火箭在里面 那前面弟兄 也许 可能就会想 为什么 你都不能让我服事 不鼓励我服事呢 那若是这样去想的话 就会这样 落在一个网络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你会看见 就是在一起 交通是多么重要 尤其是敞开新的交通 当我们一敞开新交通的时候 仇敌就没有作为了 仇敌就没有机会了 其实往往很多的一些仇敌 放在婚姻当中 放在亲子当中 放在同工当中 放在弟兄姐妹当中的 一些的误会 之所以它有机可乘 乃是因为怎样呢 没有交通 没有在爱里面 没有在光里面去交通 所以圣经里面 也告诉我们说 你们怎样 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保罗说 你们的言语要常怠和气 好像用言怎样调和 就知道该怎样 回答个人 就是当我们在 敞开新交通的时候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们言语要常怠和气 那个和气原文的意思 要常怠的恩典 什么叫常怠的恩典 就是 我的心 我的言语 我所做的 希望对方好 希望对方蒙福 希望对方蒙被扶持 能够更加的为主所用 更加的经历神 那这个叫做什么呢 言语当中 常怠的和气 常怠的恩典 那么如此呢 就像言 调和一样 你的话出来 才让人觉得有味道 其实 我觉得我们在生命当中 这个言语当中 常怠的恩典 我觉得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警醒 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追求的 有时候我们对孩子 不知不觉 我们的言语就没有恩典 我们对我们的配偶 不知不觉 言语就没有恩典 我们不知不觉 对着我们身边的人 就没有恩典 当我们的言语 没有恩典的时候 所带出来的 可能就是什么 责备 要求 但是对方听到这话的时候 觉得没味道 不想听 这也是往往多少时候 孩子听父母的话 这个耳朵进 那个耳朵出 没有放在心里面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话没有味道 第二个 要顺从圣灵 不分门别类 当彼得 面对着圣灵的 一些感动的时候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彼得就 被圣灵所提醒说 不要疑惑 如果你看 赫赫本圣经里面 原文里面的时候 括号里面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这样 分门别类 就是不要在你的里面 先下一个判断 这些人是外邦人 这些人不能悔改 这些人呢 是不洁净的 所以圣灵就吩咐 彼得和他同行的人说 不要疑惑 就是不要 分别等类 不要有歧视 不要有偏见 不但如此呢 而且这六位 彼得和彼得同行的人 就进入了 这个人 那个 哥尼流的家 那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同工 一个团队的顺服 一个 跟主 往前走的 这样的一个 侍奉的一个团队 就经历了 别人所没有经历的 就是 哥尼流的全家 因着 耶稣基督的福音 都被圣灵所充满 以至于 教会就进入到 从耶路撒冷 到外邦人 跨出重要的一步 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呢 在圣经当中提醒我们说 说你们要追求 与众人 怎样 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人非圣洁 就不能见神 其实在 希伯来书的后半段 大家都很清楚 也常常引用 人非圣洁 不能见神 但我们忽略了前面 在身体当中 同工当中的和睦 若是没有和睦 弟兄姐妹 多少时候 也让别人看不见神 当我们在和睦当中 又在圣洁当中 不但我们看见神 也让别人怎样呢 看见神 其实这个追求和睦 这个是一个 有点像那个命令式的 一个句子一样 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 也说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 与众人这样和睦 意思就是 无论如何 你要把和睦 和睦 和睦 摆在前面 要成为见证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 就是和睦呢 其实 保罗也在第12章里边说 你们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扶救卑伪的人 那个卑伪的人 括号里边 在河北里边 又被翻译成 你们要扶救卑伪的事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依恶报恶 众人依为美的事 总要怎样 去留心去做 那个留心 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 你要敏锐 你要放在心上 你要用心去做 扶救卑伪的事 弟兄姐妹扶救卑伪的事 不容易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他是一个商人 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有一天 他们的教会呢 就是买了一个新堂 弟兄姐妹说 要去打烧卫生 他有一天呢 他就在和弟兄姐妹 在打烧卫生的时候 他就在厕所里边 就刷厕所 他一边刷厕所 他一边就是哼着赞美师 哼着那个愉快的时候 他就一直脚 就是那个 一只脚就跪在地上 一只脚就插马桶 哼着赞美师的圣灵 就对他说话 他似乎看到了 过去的自欺和现在的自欺 他就在厕所里边 他就痛口流涕 他在哭什么呢 他说 我没想到 我能够让主改变 能够在教会里边去刷马桶 过去的时候 他说我比谁都骄傲 我觉得我生意成功 我觉得我做事厉害 我觉得我很能干 但是今天神改变了我 我能够扶救卑微的事 他说 我的生命被主所更新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来帮助我们 当遇到误会的时候 敞开心在爱里的交通 并且怎样 顺服圣灵的感动 引导提醒责备 不分门别类 最后 第三个 要用实际行动 让神的家 充满彼此相爱的见证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当巴拿把被拆到 安提阿的时候 他到大树去找扫罗 找到了 就把他带到安提阿 从那个时候开始 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起手的 其实基督徒 不是这些门徒自称的 而是外邦人 给这些跟随耶稣的人 一个称号 叫做基督徒 其实这个起初 是羞辱他们的意思 就是你们这些人 是属耶稣的 是属于耶稣一党的 后来就慢慢慢慢地这样 就是就变成基督徒 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爱在其中 别人的嘲笑 别人的藐视 称他们为基督徒 但是从安提阿开始 他们就称自己为基督徒 为小基督 为属基督的 这个就有一点像 彼得在大祭祀的愿中 那个小师尼说 你也是和耶稣是一伙的 彼得说我不是 我怎么能够和耶稣是一伙的 当耶稣被定 世代世代加上的时候 你像谁敢给耶稣是一伙的 谁敢和耶稣是沾边的 我们从大陆来的人都知道 如果哪一个官员倒台了 你敢说你和他官医很好 你敢说你和他是一起的 你敢吗 不敢 赶紧地划清界限 但是众人就看出这些人 是跟随耶稣的 就称他们为基督徒 那这样的一个负面 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他们的一个称号 小基督 那么这样的一个改变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实际的行动 实际的爱在他们当中 巴拿把就找到了谁 找到了保罗 保罗在这个时候 在哪里 在大树 在自己的家里面 记不记得当保罗悔改之后 就开始为主作奸证 就开始受逼迫 弟兄们就把他送到大树去 换句话说 他是一个不太被别人所接受的 这样的一个初悔改的基督徒 但是巴拿把就把他找回来 就安慰他 就鼓励他 就带托他在安提阿 一起来侍奉 巴拿把的这个服饰 才有了伟大的保罗 使徒保罗 后边的三次四次的旅行步道 把福音带到外邦 我们才有机会听到 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我们的 就是实际行动的爱 其实是一个 在基督里边 让别人能够感受得到 看得见的见证 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命 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不可以像巴拿把一样 把扫罗给找回来 我们可不可以带着爱 走到陌生人的面前去认识它 走到伤心人的面前去安慰它 走到那种批发人的面前 去拍拍它的肩膀 去鼓励陪伴它们 有一个人这样说 他说如果没有爱心去松脱 真理的言语就很难向下砸根 有时候我们传的福音是对的 是正确的 若没有爱作为人心里面的预备 那个真理很难在人心里面砸根 最后我来分享一个见证来结束 有一个姐妹叫做梅尔 她是一个老年人 那当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彼此鼓励说 我们要发挥神给我们的才干 发挥我们的恩赐 在神家里边 在这个世代来为主来做见证 就像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有个恩赐调查表 让弟兄姐妹填一下 那个恩赐调查表 好让我们知道你的恩赐 你的负担在哪里 一样 那这个姐妹就说 那我这么大年龄了 我又没有什么恩赐 我又不能做什么 但有一个姐妹就告诉她说 她说阿姨啊 其实你有接待人的恩赐 她说我有接待人的恩赐 那个姐妹说 是的你有接待人的恩赐 你猜这个姐妹 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她就因为她的家 就在一个大学城旁边 她就在大学城里边 就贴一些广告 就是这个广告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句话说 你想家吗 欢迎你每天下午四点钟 来我家喝茶 她就邀请那些学生 怎样到达去喝茶 贴出去第一天 第一天没有人来 第二天没有人来 她就去邀请那些学生来 后来有一个 有两个 有三个 后来他们家就变成了 就是这些离开家的孩子 每天下午到他家去喝茶 谈福音的一个场所 等到这个老人家 被主接去的时候 帮他扶灵的 这些就是服侍的人 都是在他家里边喝茶 认识主的人 基督徒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需要给别人讲 你没有恩赐 你没有才干 每个人都有恩赐 每个人都有才干 因为神造你是围着他的荣耀而造 你怎么可能没有恩赐才干 来荣耀他呢 一定有 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让主来使用 好不好 我们来一起来祷告 感谢观看